那早前因为心律失常短暂入院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完成了心脏起搏器安装手术之后 康复情况良好 那院方已经批准他出院 内塔尼亚胡已踏出医院 便马上前往议会参与司法改革议案表决 那根据路透社报道 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保镖的护送下离开医院 他的办公室和院方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以色列议会星期一将会投票决定 是否通过司法改革 阻止最高法院法官以不合理的理由 推翻政府的决定 那为了阻止议案通过 以色列人民举行大规模游行表达诉求 市民举监制